双方在楼上楼下就发生了争吵 后来呢这个楼上的男 那个一个男住户 就两个人吵了以后呢 双方都比较动气了 男的就拿了一把菜刀下来 那个女的就干脆 一看有刀麻麻就报警了 你哪的 我哪的 我这里 男住户姓刘 他告诉民警 当时他跟女朋友正在家里休息 楼下传来了一阵又一阵大声说话的声音 他打开窗户警告了对方 对方说了一句 有本事你就下来 他当时也比较冲动 拿着菜刀就下楼了 他晚上不睡觉了嘛 你们不睡觉 你们喝完酒不让别人睡觉 我朋友他们可能稍微有一点醉 然后我想你们家手机丢了嘛 我们就一直在找手机 然后打电话什么的 就这个路口 所以他觉得我们吵 说我们吵嘛 他在楼上叫 然后他下来的时候就拿了菜刀 老民伟不放那菜刀来看我们 他们就不用说这种话了 好在民警及时赶到阻止了一场可能发生打架斗殴的事件 在现场除了菜刀 民警还发现了一根棒球棍 棒球棍是你拿的 我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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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都我拿的 不要在这边 我知道两个都我拿的 我拿的 他是想保护我叫他拿的 随后民警把刘某和他女朋友带回派出所 进行了批评教育 你说你要休息天 吃夜宵喝酒 不能影响其他人 另外一个像楼上这个住户子也不能冲动 有事情可以打电话 求助我们公安机关 我们来解决 这个噪音扰民 公安机关也可以出面劝阻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